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与儿子相处的点滴 对于关注陈秀珠的网友来说 他们可能知道他在41岁时未婚生子 如今他的儿子已经21岁 但生父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在这次专访中 陈秀珠坦言 他已经单身生活了整整20年 他承认一开始 他渴望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 与之共度于生 但他也坦言 感情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还分享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当时他在中学时 曾主动追求一个帅气的男生 后来男友准备出国留学 便向他求婚 他也答应了 然而 他当时年轻 无法割舍掉多姿多彩的生活 最终他们分手收场 进入娱乐圈后 陈秀珠又经历了几次恋爱 对象包括地产大亨和外籍型男等 但都没有走到婚姻的最后一步 二亿年前 他不顾众人反对 选择了未婚生子 回忆起这段经历 坚强地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1958年出生的陈秀珠 入行前 他曾是一名机场地情 迎面容交好 他也有当兼职模特拍拍广告 1979年 21岁的陈秀珠 因想见自己的偶像谋签人 他便去参加了香港小姐比赛 虽然陈秀珠和偶像谋签人的遭遇一样 三甲不入 但TVB还是会演试珠 先是安排他去主持K100 体育世界等节目 后又让他接演了苏启儿 吃情节 笑傲江湖等多部影视剧 而陈秀珠 也开始正式走上TVB的花旦之路 先后主演了 陆小凤之风五九天 风神榜等剧 但在事业正当红时 陈秀珠却选择减产 甚至后来直接离开了娱乐圈 因为他与马来西亚富豪林巫彤的小儿子 林志华恋爱了 林志华的爸爸林巫彤 与澳门赌王和洪生 澳门赌圣叶翰 韩国赌王田乐园 并称为亚洲四大赌王 陈秀珠在事业正当红时果断退圈 与男友随林志华去马来西亚做生意 但因为性格不合 两人最终还是和平分手 分手后 1995年 陈秀珠又返回香港和TVB想继续拼失业 因年龄和错失失常 37岁的陈秀珠只能做配角 接演了西游记 时乃强人等剧 1999年 未婚的陈秀珠突然宣布自己怀孕了 他在拍刑事真机档案时 已经怀孕了四个多月了 对于孩子生负身份 陈秀珠始终三肩其口 由于他与林志华分手后 先后与外籍男子和新加坡男子恋爱 但都未能修成正果 有传孩子的生父就是二人中一位 1999年8月 陈秀珠诞下儿子陈迪嘉 寓意是像迪嘉奥特曼那样保护他 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 陈秀珠的儿子长大后 对日本文化特别感兴趣 更钟情动画创作 只是因为疫情关系 才没有复日留学 虽然儿子现在已读大三年级 独自抚养儿子的艰辛 陈秀珠还历历在目 他说自己当年真的很辛苦 全靠一个永字 根本没有人可以商量 陈秀珠表示自己以前很温柔 但是时间令他变得强悍 陈秀珠的儿子在小学毕业后 就到美国生活了 这些年中 陈秀珠处理儿子大小事宜 还要工作赚钱养家 非常不容易 他回想当年英文不够好 还要帮小朋友报考当地的学校 幸亏有工人姐姐帮忙 但即便如此 他在外开工 儿子也会因为想妈妈 打过来夺命追魂CLL 要强如陈秀珠 从小培养儿子的才艺 包括弹钢琴 打网球等 后来儿子长大后 才告诉妈妈 他并不想学这些 不过妈妈的良苦用心 陈秀珠的儿子了然于心 母子多年共同生活感情深厚 也算无话不说 陈秀珠表示 儿子是他生活的动力 为了兼顾儿子与工作 他时常是香港 美国两头飞 虽然辛苦 他已无怨无悔 男孩子长大 不会再那么年妈妈 有时母子逛街 陈秀珠让儿子拖着他 陈迪嘉都说不要 但陈秀珠倒高一尺 装作走不动 最后陈秀珠就会拖着他一起走 这令陈秀珠意识到 儿子是疼他的 难免心头喜悦 因为常扮坏女人 陈秀珠也会笑他戏如现实一样恶 陈秀珠不会言自己是颜母 儿子也习惯了他的教育方式 但随着孩子长大 他逐渐意识到 要多听取孩子意见 学会斗志 陈秀珠有次告诉他 一句话他说了好几遍 这让陈秀珠留意自己的表达 是不是太过啰嗦 他惊讶发觉口头禅行不行啊 大佬被儿子无意中模仿 意识到要检讨自己的说话方式 给儿子做一个好榜样 陈秀珠就是这般性格 做多想多 他在一笑杜凡间中扮演强势妻子独孤儒 与生活中的性格有某种重合 性子急 做事快 不喜欢拖辣 也因为这样的性格 他特别怕演苦情戏 尤其那种哭哭啼啼的角色 TVB也擅长量体裁衣 这么多年给他的角色 大多是霸气皇后 威严女首富 恶气之类 而他也的确能够演出人物神髓 当然女强人亦有软肋 对于陈秀珠来说 他的软肋就是宝贝儿子 八卦的TVB派出王牌主持 郑玉玲亲自在全线大搜查中逼供 虽然陈秀珠还是不肯透露生父的信息 但他坦言自己怀孕后 也没想过结婚 因为不太相信婚姻 但有和孩子生父打过电话 告知对方 而男方亦尊重自己的选择 所以决定生下小朋友 当上妈妈后 陈秀珠的人生多了很多目标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他一边在TVB演戏 一边陪儿子到美国念书 十分辛苦 因为陈秀珠嘴很严实 态度又坚决 大众的好奇心越来越弱 大家也就很少再提陈秀珠孩子生父的事了 而金之玉孽 珠光宝气 BB来了等片 让他圈粉无数 成为TVB御用妈妈 前段时间 陈秀珠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他其实在去年7月 就已经低调离潮了 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这次接受采访 他罕见地谈及感情 以及单亲妈妈的经历 在节目里 陈秀珠透露 21年前毅然决定独自生下儿子 但作为单亲母亲 确实有不少压力不少 要兼顾儿子与工作 每次家里的保姆离开 儿子都会夺命追魂式地打电话给他 谈到单亲妈妈经历时 陈秀珠忍不住落泪 他感叹一直以为自己很强 什么事情都能搞定 但真正问过儿子后 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哪怕给了孩子充足的母爱 小朋友还是会有缺失的感觉 当他在儿子面前感叹 妈妈可以照顾你一切 即使没有爸爸也OK时 儿子直接回击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让他十分内疚 他坦言 自己虽然都是眼女强人 但实际上心灵非常脆弱 同时他也希望 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人 当单亲妈妈不是不好 但要考虑许多东西 最重要的是责任 凡事不能只想着自己 还要替孩子着想 不过对于孩子身负问题 陈秀珠依旧守口如瓶 即使儿子长大后问他 他也不说 他觉得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 儿子也没必要知道真相 更表示如果重头选择 绝不会做单亲妈妈 也不鼓励别人做 节目中 他还分享了一个秘密 他十几岁中学毕业时 因为男朋友要去国外读书 两人还定了混 男友还是他主动追来 对方非常英俊非常好 但他那时候太年轻 工作之后见到太多新的东西 这也是他唯一觉得 最对不住的一段感情 最后李芷珊问陈秀珠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是否还会选择未婚生子 他坦言不会 也不会鼓励其他人这样做 或许因为人在一天天变老 他有时会翻看儿子儿时的相册 看他用捉嫩的笔记写的妈妈 我爱你 他也会回忆儿子做事 慢条丝里的性格 当年经常令他恼怒 而现在却成了自己的骄傲 也因为年纪大了 他不再强求儿子 让他遵从自己的心意 从工商管理课程 转到动画设计专业 时至今日 陈秀珠仍然记得儿子看电影 在见萤火虫时 感动到哭的情形 随着陈迪嘉步入大学 陈秀珠也有更多的私人时间 有人问及他是否考虑在找伴侣 他表示一切随缘 不是那么容易 对于性格独立的陈秀珠而言 这个年纪以其迁就别人 不如一个人生活 纵然生活有千般滋味 一切已无法回头 陈秀珠目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儿子能够顺利毕业 奔赴自己下一站的理想人生 而他自己 欠了TVB的不投约 可以拍戏发挥余热 闲时参加一些节目的录制 或与老友相聚 这样惬意充实的生活 亦是他中意的 总结而言 陈秀珠的故事充满了坚强与坚持 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未婚生子的道路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和批评 但他为了儿子的未来 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生活中的选择 往往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和坚持 应该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决定 不管陈秀珠的未来会如何 她的勇气和母爱 都值得我们的尊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